HELLO,大家好,我是...我不喝拿鐵 今天要繼續介紹這款遊戲是一個... 呃...可以是...滾球的遊戲吧 好,我們直接開始吧 好,看看它是什麼樣的遊戲 有點...2D或3D的感覺 第一關 關卡無論多啊 開始了,我要怎麼移動 喔,還是用那個...鍵盤...鍵盤的上下左右鍵去移動 喔,這個應該是很簡單的 這是...去... 等一下,吃完這個寶石... 喔呦...掉了耶 等一下,玩這個遊戲要很有耐心耶 剛剛速度太快...對,這樣速度太快掉下去了 而且,旁邊那種愛心是...生命的意思 這款遊戲...要慢慢玩 很適合修身養心 我覺得這個遊戲...我可能玩了三關,我就不會想玩 因為比較喜歡動作遊戲 這種太文青了 啊... 怎麼回事啊... 這盤怪怪的耶,好像你主要想法 接關的功能 好,再一次好了 我是一個...蠻修身養性的人 我相信我怎麼回來了 剛剛... 剛剛... 剛剛就很怪怪的 剛剛要按右下喔 為什麼變快 我剛剛要右下,按不了 什麼事都說 好,來吧 我去看他這個珠珠也像... 彈珠係數的那個珠珠 喔... 好,要慢... 好慢 這真的是不能擠 等一下喔 我去哪裡啊 怎麼會想反是不是 我先吃這個好了 什麼 喔 我懂了 剛剛說了一個... 我再去碰那個以後 然後到這裡就過關 喔...我懂你事了 他剛剛鎖起來,然後我剛好過去 我想說為什麼我按下沒有反應 第二關 爸馬過來 我覺得我已經不知道怎麼玩了 吃這個吃這個 散坡欸 散坡不好怕 哎呀 嚇我掉了 我要掉了雪 這遊戲就是那種 你打到玩家快終點的時候 球掉掉了就覺得不爽 可惡 又重來了 又重來了 好想加速喔 這個是用手機玩比較快 我先用PC 用電腦在 喔 雪 為什麼會這樣 我覺得遊戲太 太不適合就是 心情比較暴躁的人玩 比較不要 為什麼我再過這關就好了 至少讓我過三關吧 好這款遊戲 我真的是誠摯推薦給 文青的人來玩 就是 你有非常 非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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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大人愛心的話 可以來挑戰這款遊戲 他可以讓你玩一個下午沒有問題 好第三關應該會有點難度 玩這一關 那 阿 這一顆 上面一點 唉唷 哎呀 他先 那時候 他先上去 這不太會 他先去碰到開鎖的那個 有數字 過三關 好好好 太快了 省事命OK的 這是我的策略 我早就想好這個策略 故意的 這樣會比較快過關 就讓他撥上去吧 一路爬上去 不是掉了一個是 太慢 還有那種緩衝的感覺 逆向 過關 好很好今天介紹這個 玻璃珠 球球大冒險 就推薦給 非常有 耐性的朋友來玩這款遊戲了 後面關卡的會到九百多關所以 沒廢話 一輩子只能去玩這款遊戲 好一樣 喜歡我的 遊戲介紹的朋友們 可以按訂閱喔 我也不定期的播出 有趣的遊戲 影片 謝謝收看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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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一個